小雪 你还知道回来呀 怎么是你 清五 听说你脚受伤了 我很心疼你 怎么样 让我先开 没什么带 就不老头脑的东西 喝杯水吧 清五 是不是因为工地的事情 如果你实在有困难 我可以个人给你资金的周主 卓少爷 这是龙头内部的事 跟你一个外人 没什么关系吧 龙青 别根本给你不要你 要不是我看你有几分姿色 你就像你这样女人 我丢了我床上 我看怎么会 小心我 谁把给我放干净点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打的那花是真想的 就是那个也够你男人吗 嗯 姐姐 是不是感觉很热 是不是感觉很想要 我可真是刚给你自己 是个礼拜 你给我没事吧 你把我对我做了什么 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等着 迟早有一天 不会让你们知道得罪我是什么相识 秦武 你没事吧 刚才那是什么人 他是卓军虎 卓家是江城一霸实力雄厚 杀起太重 没别的事情 三煞鬼火宫 这是什么 一种大凶大恶的阵法 这个工地被人为聚集了三煞 所以才会导致之前两次失火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破了它 我可以布一个水漫金山阵 站在这里别动 迅微风 破 喂 萧绝 你以为破了三煞鬼火宫就没事了吗 恐怕你都不知道 自己放出的是什么东西吗 三煞鬼火宫是你布置 没错 从来没有人敢动我安明杰不成真 你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安明杰 安明杰 风水世家第三代的翘楚 龙总 那边地上裂了一个大洞 嗯 什么味道啊 好臭啊 相传东海龙王三太子 曾经围惑人间 卑微道长降服之后 龙院久久不散 没有办法只能将其封印于地下 以铁链为标记 铁链在 但封印不 龙院一出 整个江城都会遭殃 还不算太蠢吗 不过发现的 是不是太晚 小雪 冲击见面 能封印龙院的凤爵在你手上 不错 不过从今天以后 这块地 就是我们卓少爷 不愧是安家的大少爷 当条狗都这么理直气壮 堂堂风水师 可以跟女人安前一后 一次一次 呦 龙总 看来您的酒一事啊 恭喜啊 我把股权合同给你带过来 签了吧 既然这块地啊 由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么不如 实时务者为俊杰 唱给我们灼烧吧 这就是我的答案 龙卿 现在凤爵在我手里 能封印龙院的也只有我 你觉得我把这些告诉客员 再提出我的条件 跟整个江城市的安危相比 他会选择你 还是站在我这里 怪不得当时 进的那块地皮的时候 明明卓家占据了优势 却在最后关头退出 原来是你们联合了安家 摆了这么一手阴谋 谁说封印龙院 一定要奉学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拭目以待 走 明天清除工地上所有人 成青 稍后我会给你一份清单 明暗清单上准备东西 再给我找一块安静的地方 我要闭关五个时辰 我会一场 这月季花府 真不是人干的事 你干什么 来陪你啊 抓紧我 这儿没出了 没有风景怎么出去啊 这儿 这儿有山石门 停 这儿有山石门 你这儿有山石门 这儿有山石门 不过时达身 你看 施竹银针 这是什么 相传乃一位精通医术的方氏所长 总共一百零八根根根由施辣炼烤而吃 能克百毒 没想到这位方氏最终死在了这里 走 沒有 我也要 不是 是 我不能 确的 又是 do 你怎么了 没事 雷市长 您怎么来了 我接到通知 这里出现了危害群众的威胁 雷会长 您放心 我已经想到了 又一对 爷爷 会长请我们来 这所龙院真有这么厉害 当然了 龙啊 在传说中是私语之神 咱们呢 先暗兵不动 看看这个暗兵节 如何解决 这就先了解了 谢谢你 你 你 我先了解了 谢谢你